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6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我們講了很久的樓市 我們這一節 想跟大家做一個心理的分析 當你是 樓市這幾年的買家 沒有聽升旗易得道的勸告 又或者從來沒有聽過升旗易得道 關於樓市的 最精闢的分析 那怎麼辦呢 好了 這一節想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話題 因為我們的view 當然在YouTube來說 當然不是很厲害 最高峰我們也是幾十萬view 但是現在 只剩幾萬 有時是一萬兩萬 聽的人不多 自然得救的人也少 如果有長期的聽眾 就會知道 我敢說 我對香港樓市的分析 應該是全香港最TOP的 1%以來的分析 而是最準確 最貼切的 在2019年之前 我 出了一本書 叫做 香港樓本位 這個概念是我 全世界第一個提出的 因為當時大家會知道 樓和 銀幣的關係 其實 當年黃金 以及美金的關係 美國放棄了金本位之後 當然美金成為全世界的 儲備貨幣 當然他背後有甚麼支持他呢 就是 他的軍事力 他的世界的經濟力 但是香港 為什麼我把樓和銀紙掛勾呢 原因就是 銀紙可以無限供應 但是樓就不可以 所以香港 是行樓本位 這個是建基於香港的法治 是全世界 相對來說最穩固 因為政府 無論如何也好 也不會干涉你的私有財產 不過在這個情況 2019年打破了 2019年10月份 我出了 最新的一節節目 我說樓本位 正式宣佈終結 而且 呼籲大家 賣自住樓 這個說法 這個決定 我從來沒有試過 因為我在18年的時候 體坦 那時候覺得樓價太高了 高得不好拍 你一定會輸錢 但是不敢估市會倒閉 因為當時香港還有一件事 叫做法治 好了 法治 是每個 不動產的最後的保護線 是一個堡壘來的 這個堡壘一旦攻破 你所有的資產 都是Shit 是Pay 是屎 一文不值 原因就是 當一個地方他既然不說法治 他就可以用政治理由 充公你的所有資產 我看到網友特意發給我 有一個叫做負資產維勞區 有一個貼紙 就說 自住樓怕虧 跌到一元也沒所謂 反正我自己住的 當然 說得輕鬆 其中有一個人舉了一個例子 假如你600萬買了一層樓 你借了500萬公樓 原因就是一成首期 另外Clicklack的集費花了幾十萬 你借銀行500萬 實際上將你的所有現金也耗盡所 你還欠銀行500萬 現在層樓跌到400萬 那怎麼辦 你欠銀行500萬 現在層樓外面買了400萬 是不是很傻嗎 這個還不是傻 因為 樓 不止跌那麼多 很多人 用800萬去買樓 一成首期 拿了80萬 借了720萬 然後他還有其他的開支 其實他是給100多萬出來的 買樓要給離隱 一層樓要買傢俱 還有律師費 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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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層樓現在只剩下500萬 100多萬 只剩下500萬 你欠銀行720萬 如果你現在不要 你要拿200多萬來贖身 是不是 還有 就是那個勢還在下跌 500萬是不值的 可能會下跌到400多萬 300多萬 200多萬 假設沒有那麼多 那層樓下跌到400萬 你欠銀行320萬 是你沒有了之後 賣了一層樓 還欠銀行320萬 你320萬就背著你20年的債務了 你要供多少錢一個月 一個月供3倍左右 可能不止 700多萬 你想想要供3倍嗎 我想差不多了 兩倍多三倍吧 算上利息 好 那些人說 影響不了我的生活 我有錢嘛 如果你的 工作 還很穩定的話 你是可以撐得下去的 記住是可以撐下去的 因為 你每個月的 收入當你5萬元一個月 其實香港賺5萬元一個月 是不錯的 你拿3萬元來供樓 還有利息可能還要加 下個月又加了1000元利息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要1000元而已 省點 我還有19000元使用 當你賺得5萬元的時候 你的 19000元 就變了 很吃力 是不是 大家 大家有 不同level的人 他的生活質素以及他的生活開支是不同的 你賺15000元一個月人工的時候 你的開支可以是 5000元至10000元 但是當你賺5萬元一個月的時候 你的開支就不是10000元可以解決的了 而是可能要3、4萬元才可以解決你的開支 因為你的圈子 你出入 你出入就算不是乘的士 你也要叫Uber 又或者 你自己有車 養車你覺得要多少錢 絕對比你乘巴士 你沒有辦法乘到電車巴士上班 當你賺5萬元一個月的時候 你出入你不會再乘巴士的 你通常都是乘的士 你的開支不是乘巴士的人的開支 你去吃飯 當然啦 5萬元也可以吃兩送飯 美國駐港的大使總領事也是吃兩送飯 35元一個搞定 沒有人叫你去IFC吃85元的三送飯 是不是 可以 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 你的圈子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出來 怎樣 代問 吃兩送飯 不會的嘛 出來吃一頓飯 起碼都要1000-2000元下樓啦 幾個人 一個人500-1000元的頭 沒有酒店 你那個圈子要找5萬元的圈子 不見了 那麼你沒有朋友就沒有了 人 很難沒有朋友的 所以 你的生活很難即時下降 所以 他會覺得頂得很辛苦 最終就搞不定 5萬元份工 是鐵飯碗 或者你做公務員 賺得六萬元 五萬元 九萬元 就沒有所謂啦 公務員當然是不怕的 但是你未必是那個公務員來的嘛 如果你又不是公務員 你的工作可能又危危負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這就是97年 至2003年香港人的寫照 當時我認識了一些醫生 一個月賺十幾二十萬 當然很好過啦 但是他供樓 供四十萬 買幾層樓嘛 市上升了 為甚麼不買就睡了呢 律師樓也走老的 我認識了一個律師 當時買了交雲台 他97年買了交雲台 高峰的時候買的 他說 自己住那層樓 交雲台 差不多要吊頸 生意又跌 收益又大鑑 還要養著一層樓 幸好他說能熬過而已 熬到2005年才賣 但是當然是慘啦 錯過了大聲事 最重要是你知不知道97年至2003年那段時間怎麼熬呢 連律師 連醫生都要節衣縮食 說回我們的標題 維奴取亂的問題 實際上 維奴取亂 是一定要的 原因 就是每一個人 他的心理質素都不同 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辦法抵受到很大的壓力 當你買了一層樓一千萬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你的新樓 動一下也要成千萬 四百多呎也要買了一千萬 19000尺 四百六十多呎 或者510多呎 已經買了一千萬了 所以 當你一千萬買一層樓的時候 現在跌到只有七百萬 你的心理壓力是不是很大呢 你的首期沒有了 你還要欠銀行七百萬 那層樓再跌下來怎麼辦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幾年 買樓的人面對的苦房 沒有聽過我們節目 當然是好事底啦 有聽過我們節目的人 其實大部分都走掉了 所以 有聽過我們節目的朋友 你們是很幸福的一群 你們可以聽到 全世界對香港樓市 最精闢的分析 那麼 這個負資產維奴是怎麼辦呢 實際上 維奴取亂 只能夠一時 不可以一世 為什麼 因為外面零下四十度 大家記不記得電影《明日之後》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大陸譯作是後天 明日之後就是後日 大陸譯作是後天 明日之後 在香港 認得最好的 全世界認得最好的 當然啦 因為香港是中西文化 匯聚的地方 也有中文很厲害的人 也有英文很厲害的人 才有這麼精彩的翻譯 台灣做不到 新加坡 大馬也做不到 因為 他們第一 沒有那麼高的水平 第二 英文 英文好 中文就不好 香港是同時兼備兩樣東西 所以才有 那麼好的翻譯 明日之後 講述一個突如其內的一個 急凍 紐約突然變成零下四十度還是零下六十度 我忘記了 冰封 打開眼睛就冰封了 你只要不躲在室內 你一定死定 一定凍死 那麼在室內 是不是打算等到外面回暖才出去呢 理論上是因為你沒得搏 你出去死定 一出去就凍死了 你只能夠圍在一起 取暖 是不是 現在香港就好像這個情況 外面什麼時候才會降到零上呢 溫度才會降到零上呢 不要再零下四十度啦 可不可以零下兩度 三度 等我們還可以出去 賣食 覓食 否則遲早餓死的 實際上 這個情況一早跟大家通知 有準備的朋友 聽了我們節目的朋友也有所準備 知道接下來的苦日子 2020年 為甚麼我們一直跟大家說 我們要用免費模式呢 因為我們知道苦日子來臨 香港的苦日子 是要來了 經濟不好 除了防疫之外 就是政治問題 現在防疫過了啦 沒有疫症的啦 但是因為政治上還沒有走 政治這個病毒 是不能走的 這是一個癌症 好了 一早有防備的朋友 懂得 積穀房機 先買一層樓 現在 找錯釣魚船啦 沒有賣到一層樓的怎麼辦 現在你是要等時機 等甚麼時機 是賣到樓 因為你一定要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 外面 零下四十度會持續多久 沒人知道 可能會 五十度 可能會六十度 現在你 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是不是 過了兩年之後會零下六十度 所以 我們也是 奉勸 可以離開的 都要離開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說 我們自己走了去唱衰 而是你看到現在中共那種手影 他們 是更加 肆無忌憚 有恥無恐 香港政府可以做甚麼呢 香港政府就出來告訴大家 不用怕 沒事的 結果 就是越來越差 因為他們也沒有辦法去救這個經濟 是沒有得救的 你明白嗎 那個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是眼睛 你 只能夠輕鬆面對 是比較 在臨死之前 覺得舒服一點 開心一點 笑著死和哭著死是兩回事 我們為甚麼看得那麼差呢 原因就是 這個政治 似乎還要惡化下去 習近平 剛剛過了在大陸的 愛國主義教育法 接下來香港也要實行 然後 可能就是文革 但是文革一定要skip了一個程序 就是充公 私有財產 在充公私有財產的情況下 你想一下 香港有資產的 跟沒有甚麼分別 你買一層樓 是會歸零 不是你的 將來可能是阿公的 又或者 就算不是也好 他只要充公幾個有錢的財產 人心盡失 沒有人有信心 誰買一層樓呢 到時你一層樓一千萬買回來 跌到一百萬 好了 但是你還欠銀行七百萬 你是怕不怕這件事呢 我想問一下 人們說自轉驚喜不重要 你敷屁一千萬買一層樓 你就不用害怕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有 一億身家 買一層樓一千萬的 跌到一百萬 有甚麼所謂 一吻也不怕 問題就是 如果有一億的時候 你不只買一層樓 是不是 這個小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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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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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借到一層樓上上一層樓上的進班 借到一ENGLISH自轉積權資產ству的嚴重 沒有人要的 因為到時沒有買賣了 地產經紀全部倒閉了 沒有二手成交 到時是真真正正的 現在還未到的 那個情況還未到的 現在突然間外面零下四十度 你要想一下接下來的日子 零下四十度要多持續多久 你們要想辦法離開 還是自救 在外面 還是冰封的環境 你怎麼 使得你 不要跌下去這個危險 當然啦 最重要是不要借錢 不要有負債啦 因為 未來的債可能 還要再加一點 沒人知道的 每個人都說美國明年減息 明年美國不減息呢 不一定要減的嘛 最大的問題 就是即使美國減息也好 香港未必減 因為 你還能不能跟美金掛勾呢 這個也是另一個問題 大家要考慮了 如果香港不可以跟 美國掛勾的話 你到時掛人民幣 那麼香港的資產就會大跌 那個價值就會大跌 好了 你的房子到時沒有跌 但是銀子貶值了一半 那麼你怎麼辦 你要問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以前 香港 有留本位的時候 即是我們說留本位的概念的時候 是沒有這個問題存在的 因為香港還是世界金融中心 當現在香港已經不是世界金融中心 而是為止 當美國人也要把你列為敵對國家的時候 你認為你還有雲行嗎 是不是 好了 最壞的情況 我現在想告訴大家 最壞的情況 大家 都要穿 毛裝 大家要唱 紅歌 每天就是看紅燈記 智取威虎山 海港 旗襲白虎團 白毛女 然後看紅色梁子君 向前戰 好 那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怎麼辦 你們只能夠做一個 無產階級 當你做到無產階級的時候 你就不會掛念有層樓了 因為 層樓 不是你的 是不是你也沒有所謂 已經是無產階級了 大家已經是 沒有資產的概念 當大家也沒有資產概念的時候 其實 相對來說 壓力是減低了的 是不是 大家都要無產階級了 難道你要我供樓嗎 你是不是瘋了 當然 所有東西都改變了 這是最壞的情況 好了 提醒了大家很多次 我也希望 可以聽到我們節目的朋友可以成功走到 那麼真的走不了怎麼辦 最怕買一層樓線 你 離開不了香港 起碼不要欠錢 是不是 起碼如果你海外有資產 你還有機會走 就是必要使香港出現一個很極端的情況 你如果一筆錢在海外 你有機會疏通 有機會走得到 因為香港 不是最重要的關頭 因為它一定封關先鋒大陸的 大家明白嗎 所以 現在你還有機會自舊 就是賣了香港 層次住樓 是不是 租一個短期租約 可以的話 最好一年就好了 不要簽太久了 不要簽兩年 簽一年 明年 就要減租給你的 你不要相信外面 那些濕狗的分析 明年有加租 明年一定會減租的 當他破產的時候 他不減給你 你出去租吧 刁空三個月 他沒有錢供樓 他就要量子了 所以 大家現在為了自舊的方法 在香港還有物業的 租房 如果大陸出現 文革在上面席捲全國的時候 你無論如何都要離開 如果不是 你就會活在黑暗的之中 好像北韓那樣 你覺得 你想不想做北韓的居民呢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 盡我們的人士 最後能夠救多少能夠多 這段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的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VPN 亦可以幫助大家 更加百分百安全 現在其實 你就這樣上網聽我們的節目 也是很安全的 不過如果真的 還不放心就訂購我們VPN吧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rk 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 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 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 VPN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 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 VPN 串法 SURF 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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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互 不理你是 用的 會是 knew 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ot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ot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ot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ot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ot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